第一個抱歉很遺憾的是他們沒有進入到十六強 不過好消息是說各位可以今天跟明天可以心無旁駡 可以專心地抱著求取心智的態度來今天參加這兩邊的研訪會 我自己是巴西球迷 所以覺得在今天不會像四年前那個巴西輸得那麼慘烈 我想知道國務院是一個任務導向的學術研究機構 我們主要的使命就是以實證領取的方式提供政府政策上的建議 建議裡面兩個其實很重要的component 一個就是重要議題的明定 第二個就是從實證角度看就是這個evidence從哪裡來獲取 那關於前者的話 智庫是扮演非常非常 論壇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在當初1996年 國務院在吳院長催生之下成立 那時候就有個論壇的建立 那時候是宋瑞柔院士擔任的召集人 然後呢 我們國務院就重新的改組變成了一個衛生政策營中心 把論壇放在其中的重量的一部分 那時候後來是李明亮組長擔任的召集人 那後來再不通連一下 後來這個有點就沒有持續下去 非常可惜 幾年前 例如說邱文達和副長看看覺得這個都重要 就跟起我們的委員長擔任重新啟動 擔任這個召集人的工作 那這幾年來我們看到是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第一個他們在我想是邀請國內外的產學 連各不同領域的專家提供他們的一些想法 然後可能根據衛福部還有學者的一些建議 就議題本身去了解 我們是不是已經有足夠的資訊 可以對政府具體的建言 還是說需要收集更多的資訊 做更多的研究 能夠再往下面去走 所以這個大家看到這幾年來論壇說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也有很多具體的一些建言 這不只如此 他們同時還把整個過程中 集合到一些知識 一定有不同的方式 研討會或者說專書 把很多的一些議題用這個方式 讓民眾能夠分享 包括食安 包括人口環境變遷 新興的傳染和傳染集中等等 我想論壇可以說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我想在這邊 所以待會國務院非常感謝 然後副院長的 leadership 那我剛剛提到說第二部分 就是這個 你要的 evidence base 是有足夠這邊的 data 的數據 其實也是今天我們的 清明兩天會的主題 你說是生意研究與轉譯 那如果能夠用這個 這個可能就是 論壇當 identify 之後 就回到國務院 希望說能夠結合國內的專家 能夠做生意研究 能夠破壞更多的 strong evidence 那這個可以說 這是一個 process 整個一個系列 我想舉一個大家可能 所能想的一個例子 就是抗生素的這個例子 回到國務院成立之初 那時候海外很多專家 還有論壇 先去了解說 我們現在哪些重要的議題 既然我們國務院是任務搞向的 哪些重要的議題 需要去我們去關注的 那時候就很清楚 就是這個抗生素濫用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所以在這個 吳院長敦請之下 和曼德院是從美國的 PISTLE大學退休 來到國務院 他國內很多的醫學中心 解決說 因為你覺得這個議題重要 問題在就是說 這個怎麼產生的 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那些可能 我想各位都大概知道 這個故事 就是了解 其實主要 第一個就是 商務機器道的濫用 另外就是可能 跟那個在做 順手的 overuse overuse 所以這幾塊 這個經由這個 Evidence 我們那個文章 我只要各發表 等於一部分 然後呢 下面一部 就是跟 內水護生署 跟健保署 建議 就是說一定要 要充電一定的政策 不能隨便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個 抗生的濫用 產生嚴重的抗能性 因此它說得舒緩 而且因為這樣子 每年內說的 不算是每年省著 市集體的健保的費用 那不只如是到現在 國務院還有一個叫 一個計劃 一個post surveillance 叫DISA 還繼續在monitor 因為這個policy 是不是因此有些 這個抗能性質的減低 所以這是一個 我想很好的例子 從論壇開始 identify議題 然後變成研究問題 最後變成一個 衛生的第一個政策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整個過程中 論壇是當然可以說 最最虧躲人的一個角色 那今天我剛剛講 我們是從另外一角度先入 那麼我們這數據怎麼來 今天剛剛也不明顯講過 今天identify 六個很重要的議題 跟大家一起 國內專家 跟各位這方面的分享 所以我在這邊 預祝今天整個會議順利成功 謝謝各位